中部大臣地念伯罗接连传出爆炸声 另外在首都东郊城市部落瓦利 俄军却踢到铁板被乌克兰士兵利用反坦克飞弹逼退 不过俄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首都基辅 连环航生日享受天空 乌克兰士兵和俄军展开激烈枪战 CNN最新画面显示 俄军一支军队就在基辅郊区外9公里 和乌克兰士兵展开正面对战 俄军距离基辅越来越近 从先前画面就能看见俄军坦克好好荡荡从东郊推进 毕竟普丁最大目标就是拿下基辅 外界也猜测俄军会先将基辅孤立 再从外部推翻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军队原本靠开挖壕沟 加上炸毁部分通往基辅桥梁等战术 迫使俄军推进时必须走走停停 从卫星照就能看见 原本回军西进的俄军车队已经绵延64公里 但相隔十多天 军车队最新影像被捕捉到 几乎全被打散 不过美国官方就表示 俄军是在重新部署进入开火位置 美方表示普丁下一步将进入巷战 采取五缺战术也就是断水断电的 慢慢包围基辅 现在俄国大军也已逼近近乎近郊 俄乌战是否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大决战 全球都在构度关注 战利新闻知识报道